大家好,之前给大家分享的Cononite控制模型 深度控制 在之前的视频分享是没有跑出来一个正确的控制 今天分享一个修复的工作流 把之前的工作流进行了一些修复 现在可以使用Cononite深度模型 可以跑成功 就是在之前的flux基础工作流的上面进行了一些修改 用flux引导节点 对正向提示词和负向提示词 分别设置为10的参数 加上Cononite的控制 是权重为1 来到采样器这里面 在之前的工作流 我们使用采样器是将cfg的值设置为1 但是今天分享的工作流呢 我们可以为它设置高一点 设置为5 就能得到一个不错的结果 我在提示词里设置为 手里拿着苹果汁 是将素材图像的麦单牢 变为了苹果汁的图像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flux引导节点 和采样器上的cfg的参数值 这两个值可以设置多个进行使用 你可以将cf值设置的低一些或者高一些都可以 将引导参数设置为低一些也可以 引导参数设置为3.5到10的 之间的一个参数 我们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手拿苹果汁的结果效果 就是不同的参数会有不同的曝光 它的曝光强度不一样 有的参数曝光过高 有的参数可以表现的正常一些 修复的工作流我也发在我的网盘里 供大家免费下载 同时在这个工作流里因为要生成手 所以也使用了一个手部的一个laura模型 这个laura我也会放在网盘里 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使用flux深度模型控制出现问题的话 可以按照这个工作流来进行一个修改